今天这个视频呢 是给想结婚的人看 不是所有谈恋爱的人都想结婚 只要双方同意 不关别人的事 比如说你看池塘里 有一对鸳鸯正在那高兴的细水 如果你过去对其中一只说 你还跟他在一块 他根本就不想给你领证 这只鸳鸯就会看着你说 你们人真是有病 他天天给我逮鱼吃 不比证更实惠吗 但是我们人谈恋爱的时候 好多人还是想结婚的 所以尽快的识别出来 对方是不是适合结婚的人 非常重要 谁愿意把青春白白的 给浪费掉呢 注意下面这几种啊 第一种 总想管对方 总想告诉对方 他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多运动啊 你应该少抽烟啊 你应该少跟那帮人来往啊 听起来好像他是为对方好 但是实际上说明 他正在谈的这个人 不是他心里面真正想要的 我有一个朋友养了一条狗 然后他就跟我抱怨说 这个狗很讨厌 他一叫啊就汪汪的叫 狗不就是这么叫吗 他说嗯 我想听他呀 喵 像猫那么叫 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养只猫呢 一个正在谈恋爱的人 如果他总想把自个的另一半 打造成自个想要的那个样子 就等同于我刚才说的 那个想把狗训练成 可以喵那样叫的人 你说他是不是有问题 我跟大家讲一个真理 这个世界上 你只能改变一个人 就是你自己 你永远也改变不了另外一个人 第二种 过分敏感的人 一个人要是过分敏感就说明 这个人自卑心理很严重 他总是在认为别人在贬损他 他甚至有时候啊 期待着别人在攻击他 所以啊 他时刻都处于一种防御状况 缺乏安全感 听说过这种人吧 我跟我男朋友走在大街上啊 所有的女人啊 都在打他的主意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那些人 看他的眼神 都不怀好意 那些没看他的女人呢 哼 那是不敢看 他心里有鬼 第三种 约会爱迟到的人 有的人说 迟到太普遍了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如果一个人约会总爱迟到 这就揭示了这个人的内心 对这种关系的迟疑的态度 一个人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啊 如果不是直接了当的去采取行动 而是 犹豫 焦虑 拖延 其实都是 这个人在千方百计的找办法 想要绕道 避开行动 一个约会爱迟到的人 他在生活中一定有别的事 他不仅不知道 他还提前到 比如说这个人啊 收到朋友的短信说 哦 大伙要拒绝 热闹去吃饭喝酒 他呀 提前来小时就到了 可能在门口等来等去啊 说你看 这些人怎么都这么爱迟到啊 等半天还不来 回来再一看那信息 感情是明天的事 他能提前一天就到 这事他就不迟到了 第四种 看这种人的身边 有没有跟他交往了 很长时间的老朋友 好朋友 而不是说他身边的朋友啊 总是一茬一茬的换 过两天就掰了 比如你要问一个人 哎 总跟你爬山那小渣 怎么好长时间了 看不见他了 然后这个人就说 嗨 这个小渣 一天到晚臭险呗 总好像他比我强似的 爬山总非得爬我前头 上次我把腿给他打折了 说明这个人 跟别人合作共处的能力不行 不要忘了 婚姻也是一种合作共处关系啊 他也需要两个人 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互相包容 在得到别人给予的时候 也能够付出 所以不要看谈恋爱的时候 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有多好 只要说这个人 他本质是不能跟别人合作协调的 那么他对另外一个人的好 是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的 第五种 为人悲观的人 一个悲观的人 看这个世界 看到的都是事态的炎凉 他感受不到人间的温暖 比如说有这么一个人 他感冒的时候 他说 我邻居家的那条狗啊 这两天使劲地叫 他就知道我得了重感冒 故意不让我睡好觉 然后他的主人 还给我送来一碗鸡蛋面汤 本来是多好的一件事 但是这个人说 我知道那碗面汤 可能连他们家的狗都不吃 嫌素 连根骨头都舍不得放 这个人对人生 对世界持有的是 怀疑不信任的态度 所以这种人 一定是不能够适应这个使徽的 更重要的是 他如果遇到人生中的问题的时候 他太悲观了 他不会有面对问题的勇气 但是 这种人有一种情况下 也是可以跟他结婚的 那就是 如果你的生活当中 一切都顺顺利利 永远也不会有不如意的地方 所以最后祝大家 万事如意 永远如意 如果觉得我的频道对你有价值 没有订阅的 欢迎订阅 跟你的朋友分享 咱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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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